土木斗雨 北方海域十九號下午 出現了水龍捲的奇景 這樣的奇景大約維持了半小時之久 不少人有目擊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實際上非常的巧合 就在兩年前 那麼只差一天 也就七月二十號 同樣是在這裡出現了兩條的水龍捲 其他專家表示 這次水龍捲的出現 是受到泰麗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所造成 遠方海面串出一道水龍捲 上方明顯出現漏斗雲 澎湖木斗雨 北方海域十九號下午 出現水龍捲奇景 超壯觀的 看起來蠻壯觀的 就是蠻神奇的大自然的現象 應該會產生危險 要遠離那個水龍捲 罕見的水龍捲 一般都會在二十分鐘之內 就會因為地形或各種因素 破壞消失 這次澎湖木斗雨 海域的水龍捲 目擊者表示持續大約超過三十分鐘 算是相當罕見 氣象專家認為澎湖出現水龍捲 可能是受到泰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這對流非常激烈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個 從天空到雪原上 有些像旋轉式的涡雪 這我們一般所稱為水龍捲 在陸地上我們就叫做龍捲風 其實這就是一個天氣不穩定的現象 水龍捲在澎湖並非首次出現 過去在2017跟2021這兩年的7月間 都曾出現水龍捲 颱風季節對流旺盛的區域 都可能出現龍捲風 一旦發生在海上河面或湖邊 就會形成罕見的水龍捲 記得林靖宏朋友報道